又是每个星期的美洲舆论啦 大家好 我是JC晋诚 大家好 我是资深 那么美洲舆论呢 是由全体网 myosports.com的为大家呈现的 每个星期呢 我们都约定好这个时间来吹吹水 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 我们要谈欧洲杯 不是 我们还是要谈羽毛球 虽然呢 最近是欧洲杯 大家在看球的这个时期 羽毛球还是有一些动向 让我们来给大家报告一下 同时呢 也会来讨论一下的 那么首先呢 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呢 我们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在印尼余总 所发布的一个消息啦 那么还记得男双好手 Marcus Kido吗 那么这位呢 算是一个重炮手 而且其实他年轻才三十几岁 那么日前呢 就发生了一起 不幸的事件呢 就是他在 据了解他是在打球的时候 就倒下 然后呢 就可能因为心脏病呢 就试试啦 所以呢 其实这一号人物呢 就也引起了 大家对他的这个缅怀啦 分分的就表达哀悼啦 不是呢 也开始想回 当初呢 跟他一起打球的一些事件啦 好所以智森其实你对Marcus Kido他的 就是他在打球的那个年代是很熟悉的吗 对啊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 2005 06 07年那一阵子吧 那个时候他跟Hendra呢 基本上在南松的这个赛场上呢 就是可以说是烧片所有的大赛冠军啦 好像他们拿过 对啊 他们也拿过就是亚洲赛啦 亚运会 然后世界冠军啦 然后当然就是2008年的这个北京 奥运会金牌啦 算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巅峰嘛 是 所以你看啊世界杯的冠军 市井赛的冠军 奥运冠军 亚运会的冠军 而且据说呢 在亚运会拿的金牌已经有七面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呢 在那个时代呢 大家都对他很印象深刻 那今天我们请一位特别嘉宾呢 来谈谈 跟他一起打球 那个时候呢 在赛场上有跟他碰过面 到底对这号人物 这位南松豪述的印象如何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老大哥老朋友 文宏 哈啰 文宏 哈啰 哈啰 我们的马来西亚南松的播手 我们有请文宏呢 加入我们今天的美洲舆论 哈啰 文宏 你好 是 来说说吧 你跟马克思之间的那个邂逅 或者说我们 其实你们在赛场上碰面的机会是多的 呃 其实我跟他交手 我觉得超过十次吧 跟他 他partnerHendra的时候 也是有跟他交手 然后他partnerGidon的时候 在那个法国决赛 我们也是输了给他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因为昨天晚上我就 收到Natoly的来电 就说马克思已经是模式了 那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他打球 然后他跌倒 就直接没有了 然后我就一瞬间接受不到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先去看新闻 然后结果真的是事实来的 所以觉得很伤心 然后我就马上直接开直播 然后有很多人也是不相信 呃这个新闻是真的 因为毕竟他也是很年轻 才36岁 还没过生日嘛 对不对 所以是很年轻 嗯 嗯 我问这样子你跟他 呃 这样你跟马克思这样多年的交手 你觉得哪一场比赛对你来讲 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是亚运会那一场吗 啊对 就是亚运会那一场 因为亚运会呢 其实我们也是很想赢这个比赛 因为毕竟是四年一次嘛 对不对 而且他们也比我们更想赢 因为他们没有赢过亚运会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Rubberset的时候 我们20-19输了给他 然后我们也是感到很遗憾 然后那个就是他第一个亚运会冠军 嗯 这样子你跟他之间的 呃这种交手呢 就是说无论是在这个大赛 还是公开赛期间的 你们就是平常见到面也是那种 呃除了场上在场外呢 也是好朋友嘛 因为毕竟印尼球员来讲 大家都感情很好吧 对对对 我们我们都是 因为我们的语言 呃很流通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他们都是好朋友的 因为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来马来西亚打联赛 然后我们我也是会带他们去吃饭 我们去印尼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吃饭 然后又一起聊天这样 嗯 嗯 所以但很可惜哈 30几岁虽然呢 已经是算是呃 没有在主要的赛场上了 不过还算是很年轻了哈 那么那么年轻就离开 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 相当大的损失 所以可能让你来形容一下吧 他他在球场上 尤其在男双的这个角色跟位置上是一个怎么样的 呃他的他的角色是怎么的 他是一个他们是曾经也是世界第一也是奥运冠军啦 赢了很多呃大赛的冠军 然后也是我们的老对手 虽然我们没他打那么好啦 但是我们呃我们跟他的交手也是有赢有输啦 然后我觉得他他们在他在球场 他没有价值就是很低调很低调 无论是赢还是输他也不会发脾气 然后他在我印象中呢 他是一个很就是很拼搏的一个球员 就是因为我们时常我们对印尼打的时候呢 我们是我们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以防守为主来跟他们打嘛 所以他当他要赢一场比赛的时候呢 他就特别特别想赢 然后他就一直杀杀杀杀杀杀不停 他很耐杀 虽然他杀球不是很重 但是他的他的那个他的那个smart啊 太好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啊 嗯 这样子你对于他来讲呢 就是说你本身也是打护场嘛 然后他也是打护场嘛 这样子你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共同点 还是呃不同的地方呢 比较一下 比较的话我杀球当然重一点啦 但是他他的杀球不重 但是他很耐他很耐他杀球很耐 然后还有他后场的控制肯定是比我好 因为印尼呢 他们的训练的方式呢 时常会就是呃训练很多 那个呃中场和后场 所以他跟Handra的后场呢 都我觉得他们的控制球都比比我好很多 啊 嗯 所以其实呃在赛场上 他们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威胁 就是说你你觉得对他的那种呃害怕 因为毕竟呢有很多不同的这组 那如果对到Marcus跟这个Handra的时候 你们的那种把握 是是会怎么样的 你会觉得哎呀呃那个胜算就会比较高 还是会比较低 其实我们对印尼球员呢 我们的胜算呃是比较高的 但是嗯我们我们必须要有好的一个战术 才可以战胜他们 因为他们的前三排对我来说呢 在世界以堂里面呢 他们的前三排是最强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是没有呃准备好这场比赛呢 然后我觉得我们会输到很惨的 因为他们咯 他们在可能在8球开始 他可以在5排到6排里面就可以直接得到你的分了 所以我们每次跟他打的 我们都是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这场比赛 然后要第一排到第5排 我们一定要先防起来先 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得到分数 嗯嗯嗯嗯 这样子你看啊 呃就是说他本身的那种呃球路 呃还有跟Handra 呃然后之后你也是有个Handra搭档嘛 你可以大概谈一下吗 呃就是这种呃就是呃 你跟Handra的搭档 跟Makeskido跟Handra的那个搭档之间的那种呃不同的 嗯其实我我跟Handra搭档的时候呢 我是有因为我们比较喜欢防守有时候 然后他们就真的不喜欢防守了 他们虽然有练防守 但是防守不是他们的主力 就是有时候有需要到时候他们只是会防防一下子而已 但是他们主力还是在前300盒进攻 所以我搬Handra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我在印度呃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印度我 我搭档的Handra的时候我们对跟那个 啊Bow跟Makeskonson嘛 然后我就我们时常跟他们打也是先防守开始先 然后他就觉得打到不习惯 但很怕 然后结果我们就打输了 然后就跟我说其实我很怕要防守了 但是他搭档我我们搭档有一年了 然后他他也告诉我他的防守有进步了 但是他搭档Kidou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少防守 因为他们是进攻为主啊 因为他们的前双巴也太强了 嗯嗯 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进攻的这种所谓的主要的方法 你觉得这种在南双里面是会比较吃香吗 就进攻比较容易拿分 好过防守几率那个胜算比较高吗 啊对 呃进攻肯定是呃比较容易拿分 因为防守的话呢不是说不可以防防守是可能我们要搞乱呃对手的那个想法而已 但是主力也是要进攻 所以他们他们因为他们训练的方式呢 他们只有一个打法或两个打法 就是他的前三派和进攻 所以他们无论他们打得好不好还是你拆穿他 他也是照样一会一样的打法跟你打就是前三派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哎呦我们的前三派打输给对手了 我们需要先帮什么什么样 他们没有了他们就是拿一套打法跟你打 打到最后也是他赢 所以赢最多比赛的大比赛的国家也是印尼 所以他们的打法很吃香啊我觉得 所以是不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就对南双来讲啊 我们说南双 就不需要这样多战术啊 不需要那么多的变化 其实每一支组合就打自己的那个方法 不管今天就要啊 就对对方到底有没有用得好 就是死守那一两个打法其实就好 其实也不是这么说 因为呢如果我们就 因为在羽毛球里面的双打 前三派是很重要嘛对不对 但是呢前三派偏偏就是印尼打得最好 然后如果我们就用回前三派跟他打的话 我们练得再好的话 我们也是输他的哦 所以我们要带一点防守来打 这个是我对印尼打法的一种看法了 嗯那如果我们先看现在的这个南双的羽团里面啊就是因为毕竟呢 而Hendrug跟这Kido呢都是零多年那个时候的嘛 那如果你觉得呢那以Kido跟Hendrug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拿来现在的南双羽团的话 你觉得他们还是可以那么强吗 还是其实现在的这个威胁力更多了 我未必可以像以前那么强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很强啊 如果把他们放在现在的连带 因为他们打球的他们打球比较聪明 然后而且他们的速度也是很快 然后他们的想法就是比较聪明啊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打就是打速度还有力量嘛对不对 但是他们的轻步度力量他们又有 然后经验又有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打得很好 即使现在Hendrug跟Hassan都会打得很好啊 只是说有时候他们的速度跟他们的力量 他们的速度跟他们的体能差了一点点 但是一开始打的话呢 如果你真的咬不住他们的强项 你防不住他们的强项 你很快也是会输给他的 所以一般的双打不容易打赢他们 因为他们有经验而且他们的球路很好 然后他们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就这么简单 因为如果要打赢他们呢 我们就必须学要打防守的 因为毕竟他们的年纪蛮大了 所以我们跟他在拼搏那个前五拍呢 他们就消耗体力就比较少了 然后他们赢的那个percentage会比较高一点了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看到你的page 你放了一张照片出来就是那个2010年广东的那个领奖台的那个四字组合的那张也算是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吧 就是有你跟阿库 然后就是金牌是Markis Markis跟Hendra 然后还有韩国的这个李隆大跟曾在成 还有哈山跟这个Alvin 所以你这张照片应该是留给你很多的回忆吧 毕竟在下面里面呢 有两个球员呢 已经就是不幸的这个李斯兰 就是你可以谈谈吗 就是这个 这一个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就是留给你的一些回忆 还有就是你谈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曾在成 因为他毕竟也是跟也是同样的打法 也是同样的后场 也是撒不停的那种就业 对对 嗯 其实在亚运会呢 我那天有跟古剑杰直播的时候 我们有聊到 因为当时候我们的 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 然后 我们那时候我们的condition也很差 然后我们也没有想 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去进决赛 因为在第一场的时候呢我打得非常不舒服 因为我我们第一场还是第二场 我记得是对那个日本的选手 然后打得非常不舒服 然后就在很危险的情况下赢了这场比赛 然后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就打得很顺的 然后 然后又进到final final了就 嗯 其实 我 我是我跟古剑杰聊过啦 其实我觉得我的心里 抓的不够紧啦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机会赢这场比赛的 而且我们又输两分 所以对我这个印象深刻 很深刻 嗯 嗯 然后郑在诚呢 就是说你也是跟他交手这么多次 然后他的情况也就是跟kido一样 嗯 其实我很奇怪 因为 因为哦 我个人的体能很差 他们又很fit 尤其是郑在诚哦 他们可以打 你跟他打一个小时半哦 他也是每一力球都可以双脚起跳杀了 而且kido也是一样 但是我想不到为什么他们可以 可以那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 我真的哎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怎样 因为我也是怕 因为平时我的 很差的 我打一下子我就很累了 相对跟他们比了 我看 那边有8个球员 我其中一个我是最 最不fit 那个人 我也是怕 我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其实呃 当然在你的page那边 大家有在谈嘛 就是呃 四大中爆手 中爆手啦 然后呢就说呃 是不是后场球员的风险比较高啦 或者是是不是说 当你一直在训练你的杀球 或者是你是那种呃 必须要拿分的那个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训练会稍微的比较 我们说extreme一点啊 或强一点这样子 会有这个分别 呃其实打后场呢 真的是要很很耐杀 除非你杀球很重啦 就是就算像我杀球很重 这样 比如说我对到正在成他们 我也是杀不死 所以杀不死的话 有时候打到很快的一累的时候呢 我们的我们的精力就下降 下降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些打法 想法都会会被搞乱掉 所以我觉得打后场呢 不管打后场还是前场的 一定要跟搭档的那个速度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我比较慢的话 或者他比较慢的话 他也跟不上我嘛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训练量 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打后场呢 会练后场多一点 打前场呢 会练前场多一点 这样吗 嗯 嗯 ok 那会不会也是可能 毕竟呢 我觉得有一些运动员呢 在球场上比赛很久很久了 那可能离开了球场呢 哪怕有打一些业余啊 或者是兴趣的运动的时候 你觉得会议之后的那种那种运动量 或者是那种生活 能不能够适应的到呢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以前的训练很重啊 然后呢 这个运动量很高 然后一下子停下来 可能就身体上不适应了 其实我们运动了也 我从八十八岁就开始运动了 然后现在我还还一直在运动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把它停下来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健康啊 因为运动都是健康的嘛 但是如果真是 练到太累的话呢 必须要休息啦 因为我们也是有年纪了嘛 三十多岁 虽然是年轻啦 但是比起以前的话 我们也是算老了 所以我每次忽于我的粉丝他们 然后如果要打球还是怎么样 要有一点训练啊 训练脚力啊 或者是去跑步啊 练一点力量 因为 如果你不练的话呢 你一受伤的话 你又要睡在那个医院半年 可能就九个月 所以很很麻烦啊 所以我一直呼吁我的粉丝 要做多一点小训练啊 是 我问你一个题外话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爱打羽毛球 我们也时不时会听到这种打羽毛球 打到一块就倒下 然后就走了啊 不管是什么年纪年轻的也有 老的也有 那你自己也有在进行球馆啊 然后有这个羽毛球的学院啊 等等 所以你觉得其实我们 我们除了运动 喜欢打羽毛球这个东西之外 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一点什么 来防止 万一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 或者是球场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球员投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会不会有点好像手足错啊 又不会做急救 其实哦 有有网友就是问我 甚至可以邀请一个医生上来解释给我们 因为你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一些医生的解体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医生嘛对不对 所以我也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也是想知道我希望到时候有一个医生可以 来教我们 因为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 因为有时候也是很怕的 因为打球有时候啊 因为达多利有跟我讲 你们现在还有打球的话 你们要小心一点的 因为有时候哦 因为我们是以前是运动员嘛 然后我们打起比赛来的时候呢 一想到要赢上比赛的时候就是忘记了自己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训练量那么大了 我们已经不是很逼了 我们不能去打到太激烈 有时候就是因为要赢 为了面子了后发生事情 不来了不来了 心情来了 有时候忘记的情况 不只是说心脏的问题 可能有时候肢体啊 不可以受伤啊扭道啊 这些也是很危险的 当你上了年纪之后 所以你现在有特别说每一年啊 还是每固定的时候去做身体检查 我其实我 我after我 退出国家队我都没有做过那个检查 我想要after COVID 我要去做检查 我也是很嗨 我看到他们我也是很嗨 因为我还喜欢打球 因为我有时候一直会做运动嘛 然后做到很累 我就想 就想进步嘛 因为有时候好像我现在这样 虽然我是没有打球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去逛街啊 要去爬山啊 我们也是需要脚的力量嘛 对不对 所以偶尔我会在家做一点运动 所以有时候太累的时候 我也是想 比一比自己 所以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好事还是坏事 也是很怕的 所以到时候我也是要去做一个检查 是 其实 Marcus Kito的这个事情呢 让大家其实也很 当然难过是一回事啦 另外一件事可能比较纳闷的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 运动员很习惯了运动 而且我们说运动是 对健康好的嘛 那你们都长期在运动的 你们的体力啊 身体健康 又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 应该就是会比我们来的更好 可是有时候意外呢 真的是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可能有内在啊 或遗传的东西 那这个可能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看看啊 就你班当局有没有去公布到底什么原因 才好 好我们 台湾这个我们回来谈一下现在的男双 好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运动会奥运会要开始了 那么我们也已经基本上是确定了 男双的这个参赛的名额跟阵容 那我们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有觉得哪一支队伍 拿金牌的胜算是最高的吗 如果让你来点的话 你会点哪支 我会点啊 我谁都不会点 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 因为像我们 像我们坐在这里就没有机会 of course 一定是 世界前五名 前三名到前五名的 排名的选手 比较有机会啦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嘛 就好像可能 我们马来西亚的 因为 因为有时候啊 大比赛的时候 他们承受的压力 就是世界前五名那些球员 承受的压力 跟underdog的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机会 只要把 每一场比赛准备好了 然后尽力下去打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 已经得 达到好成绩了 我觉得 嗯 那如果我们不要这样问啦 我知道你也每天被问的 到底哪一支会赢啦 问到已经有点险了 你觉得哪一个国家呢 因为有一些国家 它当然它的组合 有两支组合在里面 然后都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二 然后他们排名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如果真的是让你来选的话 那台面上哪一个国家得金牌的 可能性能比别的国家来得高 嗯 印尼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啦 印尼 因为印尼哦 然后他们两队呢 都有他们各的强项 然后他们有时候好像 Handra跟Hassan打不赢的 然后那个Kelvin跟Kidon就打得赢了 然后有时候Kelvin Kelvin跟Kidon打不赢了 Handra跟Hassan就可以赢了 所以他们互停啊 互相互停啊 我觉得蛮好的他们这两队双打 就想问你啦 好像像中国这样子啊 就是说一年多没有参加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一出来就直接打奥运的话 你觉得你之前当过运动员 到现在你看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对他们的表现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久没有去比赛 不要说一年啦 有时候我们一个月没有去比赛 我们都觉得很陌生了 很陌生 因为对那个赛场好像没有感情 然后我觉得他们唯一能适应的 就是前两场比赛 希望他们的对手不要太强 然后让他们有多两场的时间 去适应那个感觉 然后接下来可能八强四强 他们可能会好一点啦 比如说第一场的话 他比如说他很不幸的 遇到比较强的对手呢 那我觉得很难去应付啦 就要看他临场的表现 OK那么那么久没有出现 对运动来讲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优势 我卖关子 我神秘 你不知道我过去一年做了什么 你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水平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呢 文宏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的话 你觉得那个感觉会不会是 或者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 某一支组合的出现 你对他会不会有一些 哎反而不巧的他现在的情况怎么 会不会这个也是一种 我不懂额外的好处 也没有好处啦 其实也不用想太多啦 因为他们的打法就 也不会变太多啦 可能他们会变5%还是10%而已啦 所以要特别注意咯 就要看那个球员到底他 他是技术性的还是什么呢 因为你说他能进步什么东西呢 他最多进步也是体能的 技术也是进步一点点了 所以我觉得威胁不大啦 威胁不大 OK 那说说我们的组合吧 县力病毒素伟毅 那你觉得这次要到奥运那边 争取再拿下奥运的奖牌 不说什么奖牌 反正就是希望能够延运 这些的领域之后呢 现在我们再拿到奖牌的话 你觉得在最后的这个时刻 你作为师兄有什么要提点的 我觉得我打奥运的时候呢 我就太想太想太想赢了 因为就是那时候我输给Henra跟Kido 然后因为是毕竟我的心态掌握不好啊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准备好 他们应该要去上那个psychology的课程 然后教他们怎样去应付这个比赛 因为之前呢我都不爱上这种课程了 所以觉得有一点后悔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课程对我们有帮助的 因为毕竟是大赛嘛 因为我们大赛是第一次 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所以真的是要做好准备 然后真的是全力以赴去打 有时候东西你太想要赢又不能了 然后你太放松又不能了 所以那个心态是很难很难控制的 因为大比赛呢有时候你的技术太厉害也没用了 因为有时候你太紧张 你掌握不到那个节奏啊 掌握不好那个心态啊 你也是不会打好了这场比赛 像那个时候你自己进场那时候 你是在想着什么呢 在奥运的时候 其实我输给Kido的时候呢 那时候因为平时我打他的时候呢 我在后场会比较耐心的 因为他们的跳球都好啊 他们的出球都好都是会引我们去进攻 因为当他引我们去进攻 我去进攻的时候他就不用跑了嘛 然后他们的手上的技术很好嘛 对不对 当时候就是因为我练得太fit了 然后我以为我很快 我以为我很有力了 然后结果我每一粒球都去杀 结果有一个video就是在instagram 你看那个video我一直杀 一直杀他的球一直回来 平时我打他们我是比较耐心 我在后面我是先挡网 然后再找机会先移动他们 然后我才来下手了 就是那时候练得太fit了 练得太多了 然后就是掌握不到那个心态啊 就是太想要杀公司他 然后我就进入他的套路了 我觉得有难度的 应该做大赛要耐心下来 然后要跟自己讲不要那么急 我觉得太难了 因为你难免都会就是 陷入到自己的这个强项 你想要就是用你的强项赶快拿下这一份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 因为有时候坐在后面的教练 也是要提醒我们的 因为当时before that 我赢了那么多次呢 我都是用同样的打法来打 就是在奥运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练得很快很费乐 然后就没力球都下手了 结果杀不死的时候 你自己紧张了嘛 然后又改变不到之前的打法了 一直很紧张 为什么杀不死要越杀越大力 所以又没有要去想很多 那时候很乱了 所以又把比赛输掉了 所以这样子来讲 你觉得你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 你在那个时候你霸墙输掉吗 你是觉得你的这一个 对你的一个接下来往后那个几个 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也没有说影响啦 就那时候2012年的奥运的时候 我们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 完全队哥们说 如果你们没有拿牌 我要扯掉你们了 我们也是很压力 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进四强 那进四强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不是很fit 所以然后而且我们输给富海峰嘛 然后他们也是打得很好 他们也是打得很好 那时候打球也 没有像现在的思想那么好 因为现在 当我们的能力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就到位了 然后那时候能力好的时候 思想就不到位了 所以 不懂我怎么说 这个是难免的啦 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当然体力上各方面都比较好 可是年轻多少都会有一个通病 就是思维上会比较急 或者是比较年少气盛 你沉淀下来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运动员生涯 又已经差不多靠尾声了 可是文龙你会不会觉得 你羽毛球运动员的生涯好像很短 那我们说你看三十岁左右 我们就开始说老将差不多了 我们要让给二十出头的 二十二的也有 你会觉得羽毛球运动员好像很少 能够看到有Handra这样子的运动员 可以一直达到三十几岁 因为到三十几岁的话 你的体能方面 你的回复率方面都会比较慢 会比较不好 所以在那个discipline方面很重要 因为有些人都不想要去坚持 所以你会遇到比较少 就是看到那个Morgensen跟Bow也是打到三十六三十七岁 然后Handra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就我们的discipline 顾不好自己 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个气力去跟他们 跟年轻人在打比赛的 嗯 明白 好了 那最后呢 当然也是希望说大家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尤其是文龙 我们希望 我们虽然有运动员已经退役了 但是你们在 不管是在网络上 或者是对这些我们的烘焙门的点评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继续的推广运动这个项目 羽毛球这个项目 所以文虹要多保重健康 好不好 我们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健康康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再见 拜拜 OK 那当然谢谢了文虹之后呢 我们就跟我们继续来谈一下 就是这个星期我们要给大家来谈谈的 羽毛球项目的这些跟进 那当然我们知道呢 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奥运 对不对 那么准备奥运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希望说 这些运动员都能够顺利的出征等等的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奥运可能有所谓的风波 大家讨论到底应不应该办等等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奥运应该就是势在必行了吧 应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 反正那个疫情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如果日本当局呢 他们决定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底下 也要照办的话 那应该也不会有更加严重的情况 阻挡奥运的事 应该是 就是说这个应该算是 事在必行了吧 毕竟日本现在只剩下 应该是40天的时间 如果你在这个40天之间取消的话 而且他的那个整个国内的疫情 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不算是很突然会再爆发 多一轮的那种感染吧 所以目前来看呢 相信呢 是会在那种非常大的那种 安全泡泡的方式 就是说以隔离的方式 来让这个赛会的进行吧 可能就是说国内他们人民 这个日本人民本身的反对声量是很大了 可是在这种怎么说呢 可能算是起舞蓝下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相信他们如果说取消的可能性 我觉得应该是不大的吧 嗯 OK 好啦 当然呢我们希望说呢 大家在这个运动项目上 都能够持续的好时关注 因为奥运界这次下来 我估计大家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看的 不管日本的这个观众也好 全球其他的观众也好 我相信这一次的转播率 或者是说这种所谓的观察率 应该是会更高的吧 因为这个奥运呢 虽然是更加让人拭目以待 因为他已经联合他来办 然后因为疫情底下呢 造成更多的风波 更多风波就代表更多的关注力 所以是不是会期待这样子 所以这一届的奥运 可能他的所谓的观察率 关注力会是更高的 以前的其他奥运 我觉得关注力应该是会更高 可是在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的转播方面 是不是那种转播的那种拍摄 是不是只 怎么说呢 只集圈你那种几个超级大热门的项目 打个比方就好像前进啊 足球啊 篮球啊 这样子 以毛球算是 算不算是大的项目呢 然后就好像还有一些项目像 有场的情况啦 有一些场有的看 有一些场合没有的看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的 现在是担心是因为 虽然日本最说他们想要拿 这个五个项目的奖牌 还有最好是能够争取这个 以毛球相互的三个金牌啦 可是我们身为外国观众的话 能不能够看到这个以毛球的直播呢 这个应该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数吧 或许世界以来会不会像 就是在他们自己本身的频道能够做出这个奥运 以毛球的直播 这个可能性我相信应该是存在的吧 嗯 当然这一次我觉得因为奥运没有入场的观众 所以他的转播要做得更好 不然他一定会被骂 因为现场已经没有人看了 那如果有些球员又没有转播 或者是可能关键的球员 在自己关键的国家跟地区又没有转播的话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被被骂翻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去做到 就完全了 就是说完全完完全全的完整 毕竟每一个国家的要求都不同 如果你说我只要看马来西亚球员 那这个转播要怎么处理 其实技术上也挺挑战的 嗯 因为现在我们目前所知道是 马来西亚媒体代表团 就是有53个人 应该会比我们的英东研更多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能不能够看到直播 如果就是说是RBN 还是PPG 还是H4 这个情况到时候 应该是会有进一步的宣布 毕竟以马来西亚的地位 在奥运会算是一个超级小国 所以如果说你马来西亚 即使有买到转播权的话 不能够看到直播 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好 那这个呢我们就交给电视台去交涉了哈 当然呢我们有希望说就是能够尽善尽美啊 毕竟像我们过去的经验呢 看来我们的轻体部或者是我们的多媒体通讯部呢 好像都开始着重于这些运动的转播 对吧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球赛呢 就现在官方的这个电视台那边 所以这次奥运会怎么处理 我们有没有办法通过国家的这个能力去要求到啊 在这个免费的国家电视台那边去播看呢 这个我觉得有关当局可能在差不多接近时间的时候呢 就会做一些宣布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看文字啊图片啊 最及时的这些分数报道的话呢 不要忘了还有全体路网 我们有脸书 ok大家到脸书那边找myallspots 基本上就找到了 那么网站呢就是myallspots.com 那么刚刚呢跟文宏谈到这个matis kino 还有就是过去他们的呃 男双运动员的生涯的一些点点滴滴啊 照片啊 我们都会画成文字跟图片 然后呢放在全体路网的网站那边 大家可以就是去那边看一看啊 那么这个星期吹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回去看欧洲杯 ok 下个星期啊 我们再继续来谈你毛球好不好 我是JC 他是支撑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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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